有一部電影最近要上叫做《初戀慢犯牌》 這是老大一定會去看的電影 其中裡面除了大潭、姐弟戀之外 有一個演員是我本人非常喜歡的終生代演員 他不是別人 他就是我們的范紹勳 欸?他怎麼沒來? 我們先走!我們先走! 沒有啦!沒有啦! 他工作比較好 OK!趕快自我介紹一下 讓大家知道 雖然你們兩個都比我知名度高了 你比較高一點 那我是除了慢慢拍裡面的小鴻,柯正濃 然後我是在裡面飾演文豪 他的表哥的火焰熙 OK!我們今天很開心焰熙和我們的鎮東 能夠來我們這邊一起吃飯好不好 OK!先簡單說一下電影 裡面在講什麼 讓大家有一點好奇心 來來來我們主角 對 稍微介紹一下 然後我替范孝勳跟大家介紹一下 孝勳在裡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小事 來來來 這電影其實是講說一個母胎單身的一個男生 在生日的時候 表哥大家想說去領個紅包 長個大人 轉大人 對 卻意外在這個過程中喜歡上了 媽媽桑 叫媽媽桑是誰演的 徐若萱 徐若萱 若萱姐演的演 所以一切都很合理 對 喜歡上他這樣 OK 中間的一些兩對拇指 當初怎麼會想要找你來演 是因為你本身姐弟鏈的經驗就比較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姐弟鏈 因為本來好像是要找王大陸的 欸 啊不不不 不是啦 那手機板可以拿下來的嗎 可以嘛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舉著就沒辦法吃飯了 你知道那個電影炫戰公司他剛剛面有藍色 他本來希望我們都拿身法 對對對 還是我們就直接擋在這裡 這樣子 不要自己要聊 OKOK可以可以 就這樣 反正也不要看到我們 OK啦沒問題 那我們再幫那個邵勳批一個小小的 在這邊好不好 邵勳吃飯囉 可以可以可以 好來來來 我們都可以隨意用 我們一邊吃一邊聊 你們兩個合作好像很多次嘛對不對 對對對 從一開始的這個叫做 那些年 我先打個差 問一下 那些年你演多幾 樓下的房客你天天打手槍 這一隻 你找他去 我帶他去 你帶他去 為什麼都找你演這種角色 是本身比較猥褻是嗎 可能我本身上發出 真的就是這種氣勢吧 那你們現在已經算是 合作到現在是幾年了 我們認識到現在十二年 十一十二年的時間 彼此有變嗎你們覺得 我看他是變比較多啦 因為他一開始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沒有自信的人 嗯 就是雖然他長得 算是蠻帥的 對 我以前覺得我是校草 我是帥哥 看到他之後我就是 欸我怎麼會有這種錯誤的觀念 最欣賞他的一點就是他很會自嘲 就是比如說 我比較欣賞他是知錯能感 對 對 這一塊啦 OK 好險也有改 對 那 那有什麼轉變 他越變越帥我覺得 因為第一隻的時候真的那個長得 亂七八糟的 現在有越來越帥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們出現是幾歲 哇 已經很久了吧 我們來比誰比較厲害 那你第一次是什麼時候 第一次是誰 就是 就是你 就是有交往在一起 初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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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一 好早喔 國一是幾歲啊 十一十二歲 哇 那這個已經是非常純潔 有就簽簽小售這樣子 沒有 沒有簽小售 因為我那個時候太害羞了 國中的時候只要簽到女生的手 或碰到他 或光聞到味道就國旗了 對 真的啦男生是這樣 直接重演那個 重現那個那些年 我的角色這樣子 那個午休起床也是 半蹲 對啊 我那時候 坐校車去學校的時候 然後每次 書包都要放在前面 對啊 對 因為早上就是在睡覺 大家都一樣 來 你的初戀 我應該十四 十四歲 我們是男女分班 對 然後我們就每天拿我的外套給 他拿你的外套給我 為什麼拿我的外套給我 就是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喔 這個好變態喔 對 很棒啊 哪有變態 然後就口水這樣逼下來 對 然後再交換回來這樣 對 好 你們喜歡能幹的女生嗎 不知道形容一個姊姊 或者是年紀比較成熟 你要用什麼詞形容她 就是能幹練 幹練 啊幹練幹練 好ok 對不起 好 你們喜歡的是幹練型的嗎 還是 她是鐵 就不用問了很多新聞對不對 你最喜歡幹練型的我知道 你咧 我不喜歡喜歡溫柔體貼小鳥的音樂 我嗎 所以若瑄姐只有沒辦法 就是 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 什麼叫也是可以 你把他當什麼 等一下 我剛剛那個回答不是 把他當剪破爛的喔 什麼叫也是可以啦 我剛剛回答是回答他的 回答他的回答 為什麼你讓我回答 不是 我回答你剛剛問我 不是 不是 你在這個戲裡面 有沒有跟 若瑄姐有沒有比較激情的部分 真的沒有 沒有 怎麼沒有 加一點進去 怎麼定義激情啊 裡面有些東西 對角色來說 已經非常激情了 啊我懂我懂 裡面有跳舞嗎 對不對 有跟若瑄姐跳舞嗎 有有有有 若瑄姐的皮膚保證 有碰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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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舞 開心嗎 其實我 呃 那他的皮膚比較好還是 李玉芬的還是 是 小海先生的 還是我們 12偶不然後面再也有 喔 都有 都有 都 這 感覺12偶有什麼條件 我們這邊 要亂倒流 我想到什麼 就是他們有搞的 好嗎 那一天我就說 要直接來訪問你們 他還叫我寫一個大稿 喔 我就在那個大便的時候 這樣講 好那是這樣子 小黑膠出去 反正到時候講的時候 不見得 攝影機開下去 我在訪問的時候 他們也沒得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喜歡什麼樣的條 那個 摺偶對象 我是最近在看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非常律師 喔 嚇死我了 我以為 要講黑片出來 非常律師 他那個 國恩斌那個角色 可愛可愛的 很可愛然後有點呆呆的 這樣子 然後 就是會有一種 想要保護他的感覺 我懂 你是絕對不會喜歡 那一本 他是喜歡被保護的 你喜歡被人保護對不對 應該是我不喜歡 太黏人了 去擔心對方 對 那如果像丟丟妹這個強勢的 你可以跟他交往 五官開開的就可以 對啊 什麼叫 他把問的時候說 他喜歡的女生叫五官開開 什麼叫五官開開啊 沒有啊 沒有貶意喔 就是有一種 貶意 那個鞍湯魚 左邊右邊 對不對 怎麼講起來好像是在變 但重點不是貶意 不是貶意 不是貶意 例如說哪一個人是你的夢中情人 書情 我剛才就想到書情 那可是你交的都不是這種啊 通常喜歡的類型跟真的交往都不會一樣 那就是純欣賞 你們有沒有在路上搭山女生的經驗過 這輩子有沒有 年前 就是或者是哪一個什麼別的 別校的女生好可愛 然後你就趁圓遊會 還什麼會的時候 去跟她講話 我是差一點 差一點要去搭山 因為我是坐公車的時候 然後連續看 連續兩次 然後在那個公車上站牌 看到一個女生 覺得好可愛 好漂亮 第一次的時候你沒去 第二次才去 你也沒去 我第二次就告訴自己說 如果第三次看到 我就去 你知道我男生就這樣 然後咧 就沒看到啊 就沒啦 那男生就給自己一個 再一次就定著去 然後等到七十歲的時候 他牽著兩個孫女 然後你已經被外腦虧了 路上 你再看到他的時候 那個 淚眼婆娑 這就拍一部電影 欸好不好 那第三次相遇 好嗎 好不好 我來幫你們寫幾分 今天劇就麻煩了 三次相遇 今天也沒說 你好不好 請問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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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的那種不切實際的頻道 我會問你們喜歡女生個性還是 沒有男生就是 長相和身材 身材就是 一百七十公分 改有前乎後翹 但是 長相就是 沒有 就沒有臉這樣 然後 長相另外一種就是 長得超級漂亮 然後 但是他身材是 摔角選手 然後豎琴的臉 一百三十二公分 七十八公斤 只有這兩種 假如懶 我 我頭身材 身材 我也身材 這樣子幹嘛 你不是拿整頭烏的 你轉過去啦 差不多這個概念 我覺得身材比例是個很 很吃 老天爺給的 對 簡單也是啊 但 現在 現在 對 像你長得又帥 你身材又好 你一定老天爺有幫你關一扇窗 絕對 沒有人會那麼幸運的 真的是這樣子 好不好 像你長得就蠻帥的 然後 身材沒有他那麼好 他就多給你了一份演技 他都有好的 那他一定有某方面很差 我跟你講真的 你可以講的 不要一直往這邊 不是就是某方面嘛 這至於哪一方面 大家都不知道 店裡面有一個台詞 是 店裡面有一個台詞 是 那個若萱姐跟你講說 我很好女生都會喜歡我 這一點我必須要講 身為一個男生 你每天都應該要站在鏡子前面 然後看著鏡子跟自己講 來你講一次 要很安的 我很好女生都會喜歡我 對 這個叫做什麼 你要做一個自我催眠 讓自己有一點自信心 然後你就會開始 逐漸的有自信 所以有一些 亂七八糟的歌 不要聽 譬如說 是我還不夠好 所以我不要 這個不行 你一直聽 他就覺得 我不夠好 這樣不行 好不好 對啊 這個不行 那你開玩笑 我在大便的時候想 你們有第一潮嗎 自己也會擔心自己角色的定位 後來是跟自己講說 我覺得有總比沒有好 可以慢慢的 再去達成這個模式 就是自己的挑試 有第一潮過嗎 有有有有有 很長啊 很長一下 第一潮怎麼面對了 有半年的時間都沒太出門 嗯 因為其實也會怕 嗯 所以給自己很多壓力 對 很多人好容易把網路上的評論 直接帶到現實這種一種 對 對網路上的 欸我先說喔 大家都會做錯事情 其實不求人一生當中無過 而是要過而能改 所以正東哥哥做得到 大家都要做得到 因為我們寓教於樂 你知道嗎 對對對 其實就是我覺得 常常會把很多網路上的言論 或什麼 知道現實生活中 對 但即是那種你碰到的人 其實大部分都是善 然後那我就覺得 其實久了之後 那些言論其實當作是一個發洩 他們發洩出的 所以我也不關評更原因 就是因為 他們想罵 心情不好就來了 我覺得就是 那你自己有罵你自己 有啊 罵很久啊 罵很久 一直反省 一直反省 欸 得到台北電影 電影獎的 最佳男主角欸 這是一個肯定欸 怎麼那時候我有看轉播 你怎麼相當驚恐 我這幾年真的想要拍一些 比較娛樂性質的 對 也沒有掛好 其實就是你都會覺得 可能跟獎項沒有那麼近 但這一隻 突然慢慢拍在裡面 你演這個角色 好像有演技的發揮啊 有 因為其實確實 這個角色的很多東西跟我 一開始獎項不太一樣 如果真的有來看電影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角色的蛻變 而且他願意為了 呃自己 然後踏出 就是往前踏出一步 那至於這一步是什麼呢 要來電影院來看 初戀慢半拍就會知道 可以喔齁 好不好 所以這一支電影齁 初戀慢半拍 大家一定要去看 什麼時候會上 8月26號 8月26號 住票房 要多少 來 自己喊 蛤 喊啊 喊出來 我們喊的話我們就要抽成喔 要不要喊 喊 你誰可以講嗎 票房8億也可以啊 對不對 給你喊 破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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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兩個 還有若萱姐 都不用演奏 但她吃飯就破億了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的餐廳是 無家可歸三酒館 在國父紀念館 裡面有大螢幕可以看球 我滿常去的 這個燉飯很好吃 那你們喜歡哪一個 我喜歡清醬 你喜歡清醬 我燉飯其實也蠻喜歡的 但是這個麵的口感也蠻好的 蠻酷的 他家就是燉飯和麵 蠻好吃的 然後有調酒跟你喝 然後兩點 拍到晚上兩點 常常去說 你看到一個最醺醺醺的老大 你就不要跟我打招呼 我在放鬆 我在放鬆 有可能你下次去 你會看到他 演電影 我也在放鬆 沒有他喜歡打籃球 他不喜歡夜生活 對 對 OK 預祝票房長紅 大家一定要去看 今天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的鎮東 我們的CM 一起來 我們 演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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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好不好 這個地方這樣講錯就有點尷尬 不准撿進去 要撿進去 今天很感謝他們兩位來玩 初戀漫漫拍一定要看 掰掰 謝謝 像我出道十二年也到現在 就是還沒得什麼獎 對 還在努力到 對啊 有一些人齁 唉呦 在家裡 這個齁 手都擋箭了 一出來就馬上得獎 對 那些年馬上就入圍那個 最佳心 滿滿的醋意 對 不是醋意 是恨意 對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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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õ磨就放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